或依如幻夜 神大力阿修罗行金刚守住 清凉大师在诸节里面说得很好 求神护顾 就是我们世俗人 常常说的求神保佑 这只举一个例子 大力阿修罗行金刚守 他代表所有一切求神明保佑的 这一类的东西 这个我们看了很多 在台湾 铭接最普遍的马祖 信仰马祖的 求马祖保佑的 那一些众生 人数 的数量 绝不在学佛之下 我的客观 看法 台湾 信仰马祖的 人数 超过幸福的 民间 民间 信奉这些神道教的 人很多很多 只要我们 轮进去观察 神道庙的香火 那么深 拜拜的人呢 那么多 你就知道了 这些神道 是这一类众生 精神生活的 蜘蛛 他心里头有忧虑 有疑惑 有困难 他都去求神 问普 那生命到底灵不灵呢 这里头有个原理 原则 沉在灵 你看辽凡 死信里面 这个云谷禅思 跟辽凡 地方开示 不是讲到化福吗 化福不是佛教里 化福是神道教 俘虏家有秘诀 那个秘诀就是真诚 他这一道福 从这个壁 一点下去 一直到一道福化完 他的心清静 一个念头都没有 这个福就灵 如果有一个忘念 这个福就不灵 这个福就不灵了 诸位同修 一定要知道 这个福灵不灵 秘诀在此地 那个念咒 咒灵不灵 秘诀 也佛如是 你念咒 咒灵不灵 一般人念大杯咒 特别是念大杯水 这一杯水 你拿在手上 或者是放在佛岸前面 你用大杯咒来加持 这个水就变成大杯水 可以治病 很灵 怎样用大杯咒加持 你念大杯咒的时候 没有一个杂念 这个大杯水就灵 如果你念大杯咒的时候 里头还架杂着妄想杂念 这就不灵了 所以它的效果超过那个福禄 为什么呢 那个功夫比福禄要深 画一道符的时间很短 平常你练得很熟 这一道符画下来 一分钟就够了 一分钟当中没有咋念 容易做到啊 你念大杯咒 通常念三遍 念七遍 这时间很长啊 这么长的时间里头 不起一个忘念 不容易啊 来一言咒就更长了 两千多个字 这个咒越长 越是不容易 有一个忘念架杂 这就完全破掉了 所以古人常说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大有道理在啊 佛号就四个字 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 不夹杂一个忘念 是容易多了 为什么呢 时间短嘛 就是念舍身 舍身阿弥陀佛 一分钟啊 这一分钟当中 不夹杂一个杂念 这十句佛号非常关用 你在念佛堂 念一个半钟 念两个小时 不一定能够敌得过 这个十年 为什么 你两个小时念佛 你架杂许多忘念在里头 人家就是这个十句佛号 他跟大势至菩萨 念佛圆通章上 讲念佛的原理原则相应吧 菩萨讲念佛 怎么个念佛 都是六根 敬念相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神句敬念相及 句句是敬念 都是度色六根 句句是敬念 神句相及 符合念佛的原理原则 他管用 中文章上 中文章上 你 我